104年时定冬季优兰尾山包种茶比赛 11月10号起到12号进行交茶作业 今年一共有507点报名 但时定农会表示 实际交茶量可能会比报名点数来得少 因为受到了台风影响 今年的产量明显减少 不过虽然气候不佳 参赛茶农依旧是信心满满的表示 只要在制茶时掌握好时机 茶叶的品质仍然是相当不错 104年时定冬季优兰尾山包种茶比赛 从11月10号起将一连三天进行交茶作业 时定农会三楼礼堂 一大早就摆满了茶农送来参赛的茶叶 工作人员则忙着将比赛茶分装 今年一共有507点报名 虽然比起去年多了一些 不过还要看实际的交茶状况 才能够确定冬茶比赛的点数 茶农杨荣海就表示 受到了气候影响 让制茶工作更加困难 尤其前阵子连续有台风搅局 让茶叶产量明显减少 虽然受到了台风影响 但是茶农们还是以成熟的制茶技术克服 而获得今年春茶特典奖的茶农 高静心就信心满满的说 虽然产量变少了 不过只要掌握炒茶时机 做出来的茶仍是相当不错 而为了替消费者把关 茶农在交茶时也会同步进行茶叶农药残留检测的工作 时定农会表示 11月14号到16号会展开评审作业 预计12月8号举行颁奖典礼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 时定采访报道